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鹫 今天抵达了亚利桑那州州议会 从今天开始将展开 为期五天的悼念仪式 有关详细情况 我们连接美国中心记者李一华 为我们来介绍一华 好的 林森 今天的星期三 其实同时也是共和党籍 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 82岁的生日 不过我们知道 就像我们接连过去这几天 所报道的麦凯恩参议员 他是在上个星期六病逝 那么从今天开始 在全美各地 一共有三个城市将展开 一共为期五天的追思悼念仪式 那么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 今天上午 大约在上午当地时间十点钟左右 麦凯恩的灵鹫 是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 州议会的原型大厅 那么在举行了一个 私人的悼念仪式之后 从下午两点将会开放 对民众来进行 公民众来进行瞻仰和致敬 那么有关于今天上午的 这个追思仪式 是一个相当私人 并且是不对外公开的 一个活动 因此呢 有关的这个现在情况呢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 简短的电视报道 麦凯恩的灵鹫 就抵达位于凤凰城的 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大厦的 原型大厅 家人 朋友和前同事 在那里举行了一个 简短的仪式 在仪式上致辞的 有亚利桑那州州长杜瑟 曾与麦凯恩在国会参议院 共事八年的共和党前党编 凯尔和亚利桑那州 国会参议员弗雷克 弗雷克以祷告的形式 发表讲话 赞扬麦凯恩能够与那些 经常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合作 让我们以喜悦和快乐的心情 记住这位谦卑的公仆 响应他的召唤 召唤我们本性中 更善良的天使 去发现和欣赏 我们对手的人性 更加自由地去宽恕 我们也得以被宽恕 是的 我们知道麦凯恩 他的父亲是四星的海军上将 因此他从小 其实是追随的 跟随的家人 在不同的城市生活 很少有在同一个地方 待过停留超过许多年的时间 因此他将亚利桑那州 视为他的家乡和故乡 都是令亚利桑那州的人民 相当地感到骄傲 不过同时现在 整个气氛也相当地肃穆 那么也可以感受得到 在国会方面 在首都华盛顿 从事三十多年参议员的麦凯恩 他的逝世的消息 也是令许多的国会议员 相当地痛心 那么今天 我也可以感受得到 在国会里头的气氛 还是相当地严肃 我们知道 在今天的 加利桑那州州议会的 追思活动结束之后 将在明天还会有一场 在凤凰城的追思悼念活动之后 麦凯恩的灵鹫将会 启程出发前往华盛顿 到首都华盛顿来 那么预计在星期五的时候 麦凯恩的灵鹫将会安置在 国会山的圆顶大厅 那么供民众来进行 沾仰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麦凯恩的灵鹫最后将会移植到 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 那个地方是一个海军学院的所在地 那么最后他的灵鹫也会在 NBN进行安葬 那么与此同时 在星期六的时候 也会在美国首都的国家大教堂 举行一场 他的追思悼念活动 那么届时 前总统小布什以及奥巴马 都会出席并且发表道言 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谢谢一华 这是记者李一华 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